大家好,接下來星期日的英超實科戰有專屬直播10點半 一齊來看看曼城、利物浦、阿宣奴和熱刺 怎樣擺個正選陣容來打拉斯這一場爭奪最後的位置 記得要join Patreon來參與 中立球迷當然要多謝利物浦 幾經辛苦之下,終於贏到收銀盾 和曼城繼續差一分鬥到最後 令到我們可以享受到一次很緊張的殺科戰 這場波我有做Patreon的獨家預測 我猜打和,輕微傾向利物浦贏 其實我是說明自己心裡想利物浦贏 理性上就很擔心利物浦贏不了 心底裡就很想利物浦贏了他 殺科戰緊張刺激一點 接著會員就問利物浦有沒有辦法贏 那我就說靠點運氣,靠點運氣可以贏到 但確實看見馬迪浦的球是有點運氣的 待會我會解釋利物浦這次是否靠小運氣 起初我真的比較擔心利物浦會失兩分 很明顯就是因為利物浦足重盃的決賽壓力 打了120分鐘 還要去對著超過一個星期時間休息的修咸頓 當初就是估計主場出擊的修咸頓 會有大把精力來做重金屬全場壓迫 這樣就會放大利物浦疲倦的問題 最怕就是利物浦的正選陣容不拖不水 不敢大幅度輪換用了大部分正選球員 而這些球員就累了 就會搞到這個陣容當中大部分球員是有級數 但是太過累了 也會有部分球員是不累 不過就是不夠級數 這裏就不拖不水 但是真的要大力稱讚高普 高普已經越來越看到他理性 想法越來越清晰 由當初肯定不會敢大幅度輪換的他 所以今天變成了很理性 選擇了很合理的辦事方法 今天最大問題就是疲倦 他就是用了一切的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結果就是想到放膽輪換九個 這些叫理性 正選陣容用了後備球員 級數是低了 不要緊 最重要是有充足的體能 那就瓦解對方最大優勢 對方今天最大優勢就是體能優勢 你現在輪換了 修咸頓立即沒有體能優勢 是立即要令到修咸頓轉戰術 所以這個舉動的確影響了整場賽事的走向 我認為這次高普這麼易於平常的大幅度輪換 是令到修咸頓也有點猜不到他 尼密浦就是用這個中上型班級數陣容 來對著中型班級數的修咸頓 這樣反而還有點好處 很可能會贏得問水些 很可能要靠運氣的 甚至看來有點冒險 但總比用很疲倦的頂級球員 來帶來不確定性 高普今天做得最好的地方 就是他用到理性來解除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當然就是說頂級球員疲倦到不知什麼程度 甚至高普一早已經跟這班後備球員說得明 你們一起會打修咸頓那場的英超正選 這班後備球員很可能在足夠決賽之前 就已經知道和準備如何打修咸頓 所以他們的準備時間又不會少得修咸頓 南野托實、艾利諾、詹士、米娜 重視這些球員的組合今季 就未見過打正選的一齊 那麼他們爭取冠軍的過程當中 突然之間用這個陣容 很容易會出現默契不夠的問題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利物浦今天的組織 是做到第一時間的連結 是完全看不到什麼默契的問題 南野托實、艾利諾不停參與到第一時間連結 來結合到發明爐和祖達 最多就是吸數影響了一些 令到連結有點不準確 但是這些中路突破一向都難度高 只要互相有組織 走位是合理和有意識就可以了 而利物浦是有的 利物浦雖然今天的進攻點不拉邊 落底線能力真的沒有以往那麼好 但是總算搏到不少角球 總共有九個 有部份的角球 就是靠第一時間的連結 入去中路突破去搏回來 最終利物浦也是靠到角球來入球反勝 所以就令到我認為 這一班後備球員很可能 在捉獎杯決賽之前就知道 要打這場英超的正選 所以他們準備的時間是真的充足的 再一次就是看到計劃充足有多重要 不會說臨危壽命,臨急浦佛腳 有勢計劃的 當然,致勝入球是靠運氣的 角球攻勢 不知道馬迪浦頂到別人那裡再反彈入網 還是別人頂到波去那裡再反彈入網 總之就是無心插柳扭成音 利物浦反超前的入球是有些運氣的成份 但是我們也不可以否定 高普今天真的走對了條路 我經常都說 只要一開始走對了條路 就比較容易產生到運氣 以及比較容易掌握到運氣 所以坊間有個說法就是 運氣也是實力的一部分 聽起來好像很荒謬 但只要講得詳細一點 這句話就有力量了 其實應該是這樣說的 掌握到運氣就是實力的一種 不過可能你也會說 利物浦這次贏 只不過是修咸頓打風流球 修咸頓有超過一個星期的時間休息 這麼多的體能 竟然今場球不做全場重金屬壓迫 只是在收縮 即是懶,風流球 隨隨便吧,不壓迫,不勤力 萬城球迷可能會質疑修咸頓不夠盡力 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 修咸頓並非打風流球 反而我還可以稱讚修咸頓那邊 即是他們在賽前突然之間 看到利物浦的陣容變得這麼厲害 他們都總算馬上選到最正確的方法 來面對利物浦 是聰明地轉換到戰術 比賽之前我認為修咸頓會做全場壓迫 是因為我擔心高普做不湯不水的正選陣容 陣容的平均體能會累些 當然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修咸頓當然應該做全場重金屬壓迫 去放大利物浦疲倦的問題 但是去到比賽之前一個小時 收到利物浦的正選陣容 發現不是不湯不水 9個輪換 利物浦有充足的體能去應對賽事 修咸頓的體能優勢突然之間沒有了 其實應該是有點掃手不及 亂了一股腳也是 但修咸頓總算亂中都有序 都叫做立即轉換到戰術回來 不會繼續盲摸摸去壓迫 都是會選到一個對的戰術 就是轉去做一個穩守反擊 收縮防守區域 這個轉換的戰術就很對的 首先利物浦有充足的體能 修咸頓已經沒有體能優勢 如果強行全場壓迫下去的話 來回高速球是會放大級數差距 那修咸頓怎麼都是中型班級數 利物浦這個級數怎麼都是中上型班 這樣打到來回高速球 其實會放大雙方的級數差距 即是中上型班和中型班之間的差距會放大 即是修咸頓來說是不太好處的 因為修咸頓已經不能夠再用體能優勢去彌補級數差距 所以既然沒有體能優勢 收縮防守區域 反而又收集雙方的級數差距 亦都放大了利物浦今天的陣容 不是很懂得破密集的問題 所以修咸頓今天不是打風流球 他們都算是選了對的戰術 亦都盡力去做了 修咸頓也真的用這一套的戰術入到球 所以他們今天轉回玩的穩守反擊 其實是走對的路 而利物浦沒有沙拉、迪亞斯說過了 就是沒有什麼破密集能力 一向都是靠文尼、沙拉、迪亞斯 拉兩邊才能破密集 今天這三個球員都沒有踢 如今出現的是南野、托實、艾利諾 這兩個速度不夠的球員 打偏右或拉右邊的突破力不夠 以及不肯拉邊的祖達 面對密集就只要回到幾年前那些單一化的方法 明明得高球、遠射、單扣個人能力 或者中路突破 這些都是難度很高 靠個人能力的方法 所以修咸頓他們收縮就選對了路 亦都成功打這個穩守反擊領先 雖然搶走祖達腳下球那一刻很大機會是犯規 是球性補趨而已 但是用中刀的壓迫搶到背著龍門的利物浦球員腳下球 這個方法是成功過幾次的 南野托實、祖達都試過在中路背著龍門被人打荷包 所以修咸頓這種穩守反擊方法 套路是成功的 完全針對不拉邊利物浦進攻點的問題 而這裏都看到進攻點拉邊的好處就是 拉邊的背脊會有一條邊線在後邊保護著背脊 你就不用你背脊後邊的東西 就變成沒有人可以在你背脊打你荷包 但是三個進攻點同時都不拉邊在中間 就同時三個進攻點都有機會被人打荷包 就增加了斷籃的機會和被人打反擊的機會率 所以即使修咸頓入球是有犯規嫌疑 而且拉斯的射門折射改變方向都存在運氣 但是不能否定修咸頓已經用了正確的方法來對付利物浦 足以令利物浦陷於苦戰甚至落後了 也就是說雙方入球雖然存在運氣 但是雙方都用對戰術所以才掌握到這個運氣 修咸頓同樣為利物浦帶來了難題 利物浦面對密集又真的開始見到沒有太多的辦法 沒有以往那麼好辦法 利物浦追回一球的方法只是用普通名買 名買個人能力 沒有進攻怎麼拉邊 要右後為高美斯上來斬 高美斯今年練了斬波 這個波其實都OK 不過不足以立即構成射門 這個方法其實之前都試過 高美斯這樣斬個波去禁區頂 找二傳支點設一設 這種連結難度都是很高的 容易斷籃的 南野托實這樣衝進去 禁區在中路那裡突破 通常都最多是駁到角球 或者被人打反擊有風險的 26分鐘終於成功 其實要靠對手解不到位 其實差一點都解到位 是差一點的 反應了這個方法 難度真是高 風險真是高 不過撞正了這一下之後 真的放大了南野托實的強項 南野托實之前的薩爾斯堡 經常這樣殺入這個位置射門 以及這樣入球 反而又可以說 不能夠否定利物浦今天制定的進攻戰術套路 放大到南野托實的優點 南野托實其實呢 他入的這球是今天來講 最具說服力入球 今天另外兩個入球都是靠運氣的 是這球南野托實不是靠運氣的 所以如果利物浦最終追回英超冠軍回來 南野托實今天的這個入球 都很大功勞很大關鍵性 南野托實坐這麼久後備 突然之間打場正選 情況跟奧列子一樣 立即入球 那為什麼呢 一個後備球員坐這麼久後備 沒有說說硬他 一來立即交到功課入球 而又為什麼曼聯那班後備球員 大幅度輪換出來打正選 捉總盃是立即會出局的呢 這裏又證明了兩支球隊 訓練的強度、訓練的教練團隊 他們的級數和準備的差距 如果後備球員每次都交不到功課 那你有多少後備球員 深度有多深的陣容 都沒有用的 所以你有球員 有人都好 你都要懂得怎樣去安排訓練他們 利物浦就是做到 所以他們這幾年這麼成功 如果不是哥迪奧娜 去玩了更加高的戰術層次出來的話 其實利物浦這幾年就已經紅霸了英超 只不過利物浦沒有那麼多錢 和戰術高度真的沒有那麼高 不過今天的發明爐和祖達有頭錘能力 今天玩回明米明米又不是真的錯 只不過層次真的沒有地面組織那麼高 總而言之 無論利物浦還是修咸頓 今天戰術都沒有走錯路 最後利物浦級數高一點 那麼低僅僅贏到一比也算合理 最大功勞當然就是高普輪換九個 消除了體能劣勢的不確定性 而後備球員馬上交足功課 整個團隊都英機一綱 也保留正選球員的體能 對歐聯決賽也有所幫助 來到PATREON的片尾彩蛋部分 會再詳細說薩波戰冠軍爭奪方面 會發生什麼各種類型的可能性 有人就問 亞士東維拉去到拉士這場薩波 對著曼城的時候 可不可以仿效莫耶斯的韋斯咸 這樣逼到曼城失分 而協助利物浦去拿英超冠軍呢? PATREON這裡是會再詳細和大家解答 記得要加入PATREON 還有要多點Like 多點Like的話 我的影片才會被推送 我頻道才會增長 謝謝 如果你想對於何鷹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蔡侯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拜拜!